歡迎收看料理包教室 我是今天的知識生邵龍 我的編號是金燉豚肉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一道非常簡單的料理 就是我們的炒米粉 炒米粉很非常的簡單 主要是蔬菜的部分把它炒香之後 然後加入我們的料理包 就可以很輕鬆的去完成這一道菜 過程基本上不用超過十分鐘 所以非常的簡單 首先先來切我們的這個配料 我們的這個香菇把它拍一下 那我們所有東西都把它切成絲 因為拍一下它比較好切 比較平 對 比較平 不會怎麼會出氣 我還可以來這裡多開心 對不對 這家就快悶壞了 消毒啊 我們熱一點油 油 油量稍微多一點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其實炒米粉也是吃的 比較油的話也會比較好入口 我們的這個香菇直接下去爆香 我們的蝦米 泡一點水或是米酒之後 也可以下去直接爆香 然後再來 切我們的這個配料 蔥白 蔥綠 然後分開 因為蔥白呢本身比較有香氣 所以我們的蔥白可以下去 一起做這個爆香的動作 把它都切斷 然後再來是芹菜的部分 我們芹菜 芹菜把它拍一下 拍一下 拍一下 拍一下它就變成絲了 一樣切斷 哇好臭啊 哇這個芹菜真是不得了 我腰太滑 好臭 因為我們這個蝦子呢 蝦米我們把它編到它會有一點跳 那還是我們正常該出現的樣子 那它才會香 然後我們的這個木耳 把它一樣切絲 把它一樣切絲 紅蘿蔔 我們所有東西都是切絲 那我們一定可能就是刀工 稍微一致一點 這樣我們吃起來的話 比較不會覺得有愛口的感覺 竹筍 它在飛啊 它在天上飛啊 因為它high啊 所以它會飛啊 沒有啦 那個因為它裡面有水分 那我們要把它稍微邊 邊香的話 就要稍微用一點時間 它會跳是正常的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蔬菜 我們的竹筍 紅蘿蔔 噴到我的臉了 哎呦 腰太滑 都丟下去 然後木耳也下去 假設不會噴了啦 放心啦 第一次都會比較怕嘛對不對 我會噴幾次 哪個地方 臉還是肚子還是 那最近高麗菜蠻貴的 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用一些 可能說像是小白菜的東西 來取代 那這高麗菜一定要多 你看起來它好像 切起來好像很多 那其實炒下去的話 一下就塌掉了 好 直接下去 我不是在亂丟 我是真的在 真的是這樣做 稍微炒一下 那這邊教大家一個小配方 我們在這個炒高麗菜的時候呢 加一點點的鹽 因為這個高麗菜會 這個鹽巴會讓高麗菜出水 所以我們家炒起來都隨便會很多 會不會太安靜了一點 講點話嘛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太魚包直接加下去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高麗菜 稍微炒塌 塌 塌掉了塌 有點塌下來那種感覺 把我們太魚包放進去 不要把它炒到都乾掉了 不然的話它等一下會很難出水 年紀大了就比較XXX 我們把它拌一下 好拌一下 我們的米粉直接放下來 那這時候我們補一點醬油 那這時候我們補一點醬油 胡椒粉 那我們現在米粉還沒有充分入味 我們稍微用這個筷子 攪一下 讓它可以 跟這個 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 讓它這個米粉稍微上色一下 一點糖 然後我們放一點點的水 在裡面 一點點就好了 這時候 在米粉中間挖一個洞 我們把火稍微關小 蓋鍋蓋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中間如果挖一個洞的話 它的蒸氣可以對流上來 我們常在講米粉是什麼 炊混炊混 蒸嘛 這炊的意思 其實米粉是要用蒸去把它蒸 所以它才會Q 所以其實炒米粉 它其實水加的很少 它主要的來源是 它旁邊的這些蔬菜的水分 它可以讓這個 去讓這個我們的米粉去吸收 這個蔬菜的這個汁 再加上我們用這個蒸氣 它的蒸氣對流之後 它會 讓它去吸附更多的這個 水分在裡面 所以它吃起來會特別的Q彈 所以我們才叫 炊混 所以有些媽媽 或是有些阿嬤 他們煮 做草米粉是 不泡水的 直接整個下去 像這樣其實你的 出材量要很大 開始啵啵啵啵啵 蒸氣就上來了 這過程中大概只需要五分鐘就好了 大會報告 大會報告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 點開連結 就可以立即購買料理包喔 我是少龍 宋江 可以了 米粉已經吸了很多的這個汁在裡面了 正常的這個炒米粉 它是不會有多餘的湯汁在鍋裡 你看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湯汁 它已經完全吸收到了我們的這個米粉裡面了 尤其是加了我們這個料理包之後 因為我們的料理包本身裡面有含 這個豆瓣醬 還有這個甜麵醬 所以它其實味道會非常的純 非常的厚實 所以把我們的芹菜跟我們的蔥段下去 稍微斷生一下 香油 OK 那這樣我們的這一道炒米粉就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吃我們這一道料理 嗯 嗯 真的很想跟我的心跟分享這一道料理 嗯 嗯 這米粉非常的Q彈 再加上我們的湯汁寶 本身有加了甜麵醬 所以它的這個厚實的感覺 非常的好 不管是我們蔬菜的香氣 或是我們豬肉本身油脂的味道 都被我們的這個米粉給吸附了 所以這道菜 絕對是可以在你家 時常出現的一道料理 如果喜歡我們的料理 記得點開下方的資訊欄 購買我們的料理之王調理包 就拜託各位了 嘖嘖嘖 謝謝大家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